因為我其實是2018年的時候 在台北玉碎節發表作品 然後透過自主場地的申請 然後開始跟市劇場第一次合作 但接下來就很幸運 在2019年上半年 就跟市劇場合作沙樓 female only workshop 然後是跟女性主義有關係的 非常實驗性的工作法 全部都是森林女孩 接下來到camping asia的時候 就回到市劇場重演少女學生 然後我自己覺得跟市劇場工作的關係 是我目前體會以來 我覺得以獨立劇場來說 是讓我覺得最舒服的 有幾個地方是我非常喜歡的 比如說市劇場的女性 工作人員的比例非常高 然後我很喜歡這一點 市劇場的每個 每個夥伴 對於表演藝術的鑑賞能力 跟開放度 讓我很驚訝 我還蠻期待市劇場 就是未來變成獨立藝術家 未來的 在創作上的一個很棒的資源 跟養分 就這個地方小小的 但會讓你很喜歡 你就很難 很難不再回 就是會有點被這個地方充滿這樣 呵呵呵 謝謝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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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